因為義大利10分鐘怎麼可能講得完 而且有太多人在講義大利了 OK 欸 OK Sorry 其實我是唸器官的 所以企劃這件事情對我來講會比較容易一點點 所以我 OK Sorry OK 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義大利 但是每年有4370萬的人到義大利 那我跟他們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那時候我在想我要去義大利做什麼的時候 其實我想了很久 我一開始只是想覺得 欸我有一個月的假期 所以我可以去放鬆一下 所以我就準備了 就訂了一張機票 然後訂了住宿之後 然後就結束了 就是義大利沒有太多的想法 我到出發前的兩天 我還不知道義大利長什麼樣子 但是其實我對他有點想法是 我在那邊要做一些什麼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我有了三個計劃 那計劃跟企劃有什麼不一樣 他不一樣的交界點在哪裡 企劃我通常叫他plan 他就只是一個做個規劃就結束了 比如說那我的火車要從這裡到這裡 或是之類的 或是我今天要住在 比如說威尼斯 然後明天到佛仁斯 然後接下來我可能會到羅馬 就是做一個規劃 你的旅行 應該就是這樣規劃了吧 但我的旅行不一樣 我的旅行叫做企劃 什麼叫企劃 它是一個激發創意能夠有效運用 手中有限的資源 選定可行方案 達成預定目標或解決難題 但放棄我今天不是來上課的 所以企劃來到這邊就結束 但我現在要告訴大家 兩者的不同在哪裡 這一般來講 企劃比較一般 你可以在書上看得到 但是企劃通常是一個創意 它可能我可以但你不行 所以我今天分享企劃 也許是我可以做得到 但你不一定做得到 OK 那我的三個企劃 第2個企劃 第2個企劃是帶著公仔去旅行 然後第2個企劃是靈性騙 第3個是跟著大師學習 那我們現在談談第1個公仔 這件事情是很妙 在五六月的時候 我常常常常常看人家的郵寄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郵寄 上面寫說有一個人 真的太詭異了 他居然帶著他的什麼玩偶吧 然後每到一個地方 就拍一個照片 那是什麼鬼啊 如果是我 那我出門 我現在去義大利也是帶一個 20吋的行李箱 所以我根本不可能做這種事情 那我在想什麼東西 小小的 我可以保持很久 他可以帶我旅行回到全世界 又可以代表 看到那個就是我 所以我就是做了一個公仔 這公仔花了我2000塊 但是非常值得 雖然他回來之後有點 就是被我壓壞 但是他在每個地方都拍了照片 那為這個公仔 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 其實在這段旅程當中 有很一大半的時間 是我自己一個人旅行 一個人旅行最大的缺點是什麼 請沒有人拍照 對 沒有人拍照 你知道 而且那我在旅行之前呢 就一直被恐嚇 他說 我跟你講義大利真的很可怕 我跟你講 你不能請別人幫你照相 你相機 手機或手相交到手上 他根本就還沒幫你拍到 人就跑了 不過這件事情 我感到非常的苦惱 到底我怎麼留下我的歉影呢 所以我決定是為了公仔 所以我就帶著我的公仔 在各個地方旅行 然後拍照很漂亮的照片 假裝是我這樣子 好 當然 有人說那我可以用自拍神器 但那個角度還是不一樣的 怎麼可能弄一個自拍神器 然後地上搞成這樣 是很難 OK 好 接下來 第二個計畫是明信片 明信片寫下想對你說的話 也寫出我的心情 其實很多人都會寫明信片 那我在想 其實寫明片最大最 一開始的原因 其實因為我只是懶得 帶紀念品回家 雖然義大利的明信片 真的非常貴 一張的油資是兩歐 跟其他的國家 比起來是四倍 八十塊錢 但是你想想 一個紀念品 大概也要兩三歐 你帶回來之後 不只還有重量 你要跟他約時間面交 這太麻煩了 所以我後來呢 我就弄了一個Google表單 然後搜集大家的地址 然後我就寄了這樣的明信片 大概寄了六十張 那這名是其中一張 那是我給我的新人 我先那個字 大家有空間看一下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明信片 多麼有效率跟有質感 好首先是效率這一口 就告訴我朋友說 啊 sorry 可以上一頁 好 等一下看到大家 右下角這邊啊 他其實有一張 就是大家覺得那個字跡 非常的漂亮 那就是電腦印的 所以呢我就是合併捏 就是完全就是那個行政出 行政卡對不對 我就是合併捏出來 一張一張的標籤 然後到那邊之後呢 好 反正OK啦 反正到那邊之後 我就是把它貼上去 喔 是我走出點 好 就是把它貼上去 所以我就帶很多貼紙出門 然後因為我又被那個 戶洛客們恐嚇 他們說喔 我跟你講那個地址六八 真的超難買 所以我一開始去 就買好足夠的量 然後把所有的明信片呢 都貼上了標籤紙 然後跟郵票 等到適當的時間 然後把它寄出去 然後這些話 其實我不是在 當宵寫明信片的時候 才寫的 我在每一趟旅行過程當中 有扣絕把那時候 心情寫下來 所以我只是把 我的心情 適合你們的那一句 寫在那一張明信片上 但其實每一句話 都是在對我說的 比如說 這裡 或許夢想會因為時空而暫停 但它只是繞了一個大彎 或許轉彎處的風景 才最美 這句話是寫給我自己 只有每一張明信片 都有拍照下來 因為那就是我的心情記事 OK 好 那我的明信片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有鑒於 你知道義大利真的太貴 大家光一張明信片 兩歐之外 你還要買明信片 一張明信片一歐 四十塊 所以我第一張成本是三塊 太貴了 所以呢 剛剛好我的朋友們 他們剛在 二月上半年的時候 去環遊了五個國家 所以我就決定跟他們 要他們在義大利拍的照片 然後去影音片輸出 我輸出了六七十張 只花了我三百塊錢 然後我就到那個地方 然後貼上了標籤 貼上了標籤 跟郵票 在適當的城市 把那張寄出去 所以呢 這明信片是絕對的 獨一五二跟唯一 全世界就是這樣一張 因為我也只洗那一張而已 所以這是我的明信片計畫 好 接下來第三個計畫是最重要 什麼叫做像大師學習 其實我一直有一個夢想是 如果可以的話 我願意花錢 自己自費 然後跟大師工作一個月 他去哪裡我就去哪裡 他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因為我總是覺得 大師他已經有一些事情 是你沒有辦法看得到的 就是你跟他聊天當中 是無法得知的 比如說他工作太多或什麼的 所以其實這一次 有點像我自己的圓夢 那會促成這個原因 其實是因為我 我是做婚禮相關行業的關係 所以我認識一個心蜜跟攝影師 他們今年要去意大利拍婚紗 所以我就跟他們一起去了 那這當中我跟他們一起工作的時候 所以有些事情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比如說要去攝影師 喔這裡是 最左邊那一位 左邊到左邊出來第二位那是攝影師 然後右邊 數來第二跟三 那個是造型 都左邊那兩位是造型師 左下角是行李 跟攝影師跟新密出門 最可怕的就是行李超多 他們回來的時候 重量高達一百多公斤 三個人笑 好那也不能這樣 因為我們就是他們的工作的內容 那接著呢 這是他們看到的機場 想這樣 那我要告訴你們 他們相機拍出來的東西 跟現場根本就不一樣 但是你會發現 他們怎麼會用這個角度拍 他們怎麼會用這個調色 他們怎麼用這個光 我就覺得很奇妙 然後比如說呢 你去米蘭大教堂 也許你絕對不用這個角度拍照 那他們就會用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然後告訴你說 喔你們在這個地方是可以這樣拍的 比如說 我們在那邊他們拍照 都是排排站 大家看鏡頭 但我們就會看不同的地方 然後哪一些道具 也許 右上 右邊那張照片 比較特別的 那是比較符合我們的相關行業 他說 這是要打光 懂嗎 右邊那是拿手機打開手電筒 幫自己打光 然後這梗色的攝影師才會懂 然後呢 左右兩 左邊這兩張呢 就是比較一般一點的 但是他會有一些特別的東西 可能跟當地符合 或是一些比較好玩的東西 那是他們工作時候的照片 你會發現他們工作的時候 非常多人圍觀 但是你從這裡 你會看到 那個攝影師 他為了找一個點 他不妥協 他就往巷子裡面去 我說你真的等一下回得來嗎 因為在威尼斯最有名的 就是迷路這件事情 我就說 他就說 你幫我記你的路 反正我等一下就是 你要想辦法把別人帶到這裡來 因為其實貓流跟 到底是他們那時候要在飯店 所以我那時候是負責一個引路的作用 他們找到一個點 都在那邊等 我要回去集合點 把他們帶過來 那你會發現他們在找點的時候 他們那個獨特性在哪裡 他們不要找人多的地方 他們要找一個特別的地方 比如說 龔多娜是威尼斯很有名的場所 那他如何能夠跟龔多娜結合 但是沒有那麼一般 這艘船他挑了上百艘 全威尼斯只有這艘船 只有這艘船這麼漂亮 其他的都很糟 好不好 不要再相信那個舒適的東西 好 接著他上的工作態度 你就會看到 他是這樣子的 維護自己的造型 然後可能是拍自己的東西 他很多很多 你沒有辦法想像的姿勢 才能造作一個很漂亮的照片 而且在那裡 是沒有廁所讓你換衣服的 廁所多少錢 一個人進去就是 二十塊四十塊台幣 所以他們是拿一支雨傘 就在外面換衣服 後面又是Model OK 最大的好處是這個 只要攝影師 Forge Thompson 師幫你出門 很容易沒有美美的照片 這種照片在台灣 我是根本不可能做得到 欸 戴著這樣 有時候像這樣子 這麼唯美跟浪漫 右下角就是我們那張VM的照片 感謝那個造型師幫我拍的這張照片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最後一句話 一個人走得快 但一群人走得遠 這是一個非洲驗語 但是經過這次義大利之後 我想要換個說法 他應該叫做一個人走得遠 但一群人走得快 為什麼 一群人走得很快啊 因為我可以從米蘭到威尼斯到羅馬 這當中其實只經歷了七八八九天 八九天的時間而已 但是走得快之後呢 你要怎麼樣 因為走得快 你會這樣身上學習到很多東西 所以你會突然進步很多 但是你要走得遠 還是只有一個人才可以 因為不會有人干擾 你想去哪裡 就去哪裡 所以呢 所以呢我在中間我脫隊了 我從威尼斯到佛羅倫斯 跟他們在羅馬會合 最後到了南義Solento 在那裡我真的看到 什麼叫做義大利的慵懶 一個人真的才能夠走得遠 好 就到這邊吧 下面失敗的機會 我們就略過 OK 開始吧 從現在開始旅行 但是 你不可能現在出發 所以從你明天的人生開始 如何讓你明天不一樣 這是我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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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那個五分鐘的QA 大家怎麼可以想要這個 談題 不然說我想請問 你是怎麼打算 到底是學你的攝影師 那群人 那其實很特別 其實我在婚禮上 就是我一個人愛聊天的人 然後他就那個少女是超快的 就在邊 邊跟新娘做的時候 然後邊聊天 後來他在我們送課的時候 他就下來 我們就聊一聊 目明其妙 我們就加了Facebook 然後我們就有一點互動 然後在年初的時候 我們就偶然 約了一個下午茶 那時候他就說 我們既然要去意大利開婚 你要不要去 其實我們那時候根本就不捨 我就跟他講說 好啊 然後就變熟了 但我們現在後來 很多人做計畫 都是因為那一句好啊 但是我現在的視野 能夠那麼寬敞 就是謝謝他們那時候 願意帶我一起去意大利 對 那去意大利的話 像你去那個 10天然後大家要花多少 去意大利非常便 我去的18天 如果不談Shopping的話 Shopping花了2萬 如果不談Shopping的話 只要10萬塊 但是去意大利的低銷 就是10萬喔 7到10萬 因為機票就要3萬 所以不論怎麼捨 那個錢是不可能的 我們算過你從一個月 去10天也是10萬 去20天也是10萬 去30天也是10萬 不會差太多 為什麼 中國都一樣 因為你最大都是機票啊 吃太飽 吃太飽 不不不你去 你去國外 除非你每餐都吃那個 米其林大餐 每一餐都吃100多4千塊 不然其實不會差這麼多 對 而且我的一餐 喔對但是有一個小技巧 如果你們去國外生活的話 千萬不要用台幣生活 因為覺得很痛苦 在意大利 隨便一個意大利麵 每天都要兩百八 三百 你怎麼吃得下去 請問你今天晚餐 有吃超過一百的請舉手 沒有啊對不對 我才吃二十五塊而已 好不好 去那邊零點 我都是吃不到東西的 所以你要當地的幣值生活 所以你會抓一個總預算 去那邊 就把錢花完就對了 不要再想那麼多 對但是如果你想 一餐一大利麵 如果是四百塊台幣 你吃不下去 但換成八歐的話 你就覺得 哇塞超便宜的 因為只要八塊錢 只是一個小技巧 好還有呢 你怎麼決定這三個企劃 這三個企劃 這三個企劃其實是很 就隨便想來的 但是其實真的有一點 有一點就是意外 第一個公仔 是我本來就是想做 因為我只想做一個 我的東西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 剛剛有這個契機 我就花大錢 不然明天不會花那個錢 第二個明信片企劃 是突然有一個人就 那個標籤是我本來想好 但內容啊 這件事情是有一個朋友 他跟我講說 我就問他 你為什麼沒有填我的 Google表單 我覺得你會想要收到 明信片的那個人 他說 可是我說過兩三次明信片 第一張便有沈 他分享很多的心情跟故事 但第二張跟第三張 覺得很像交代了事一樣 然後呢 我心想說 對耶 我本來就是像這樣子 然後呢 我就跟他講說 但我就是個不服輸的 他想說 覺得我這個人怎麼可能 就這樣隨便交代一下過去 他就說 對耶我想也是 我非常的期待 然後就貼了表單 我罵你的 ответ suddenly沒什麼 你帽子 他是誰 的 有